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2月6日 飓风队判一飞冲天 周二早上 阿甲继续展开争夺 飓风队将在主场迎来班菲特的挑战 前者上轮联赛取得开门红 球员信心备受鼓舞 而且他们还是上赛季的主场龙之一 主场竞争力毋庸置疑 飓风队金账有力敲响胜鼓 上轮联赛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 飓风队以4比2战胜防卫者 同时成功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 这无疑对球员有助极大的鼓舞 要知道 他们上赛季首轮曾遭遇开门黑 飓风队上轮联赛和共攻入四球 球队进攻端入局颇快 当中年轻中场辛迪亚高西西首开记录 而备受重用的恩戈迪路亦有势戈进账 可见球队阵中的潜力之星都得到很好的发挥 此外 本场比赛坐镇主场 飓风队当然把握良机 毕竟他们上赛季多数靠主场问时 而且球队还拥有最好的主场发挥 军场仅是0.54球的主场防守 令克军只能老鼠拉龟 班菲特上轮联赛与胜达菲联互交白卷 球队新赛季首场 比赛只能收获一分 但值得指出的是 他们已经跨赛季连续四场比赛 没有想到上赛季尾的难题 新赛季又要继续面对 另外 班菲特最近六次对阵剧封队紧录的一合五负的劣迹 期间球队有三次被对手零封 而几队六场比赛和共失15球之多 双方竞争力的差距已经浮出水面 需要一提的是 班菲特做客演出其实只是中规中矩 就以上赛季为力 球队做客军场失0.77球 这的却值得赞许 不过做客军场入球数不足一个 无疑为他们出征之旅增添不少麻烦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